好啦 我們看一下簡單的一些題目 它說哪一個不是雷射光的特性 我們講過雷射光有三個特性 光射單純 能量集中 擴散性小 所以 它光射單純 能量集中 擴散性小 所以它經過三菱鏡是不會射散 不會射散 不會有七個原色光 因為它只有一個顏色的光 只有一種折射 所以顏色不會散開 所以我們選的是C 其他的都是對的 它有能量集中 所以切割物體 擴散性小 所以傳播一段距離 不會散成錐撞 應用上可以拿來開刀 止血 切割 這些都是對的 所以只有C的答案是錯的 誰的答案是錯的 OK 那請問你CD是靠什麼 CD的上面是一個一個的小洞 用雷射光去讀到那些洞 然後有洞沒有洞 那就是零跟一 零跟一 然後就變成你的訊號 訊號 所以它是利用它的哪一個性質 它是利用它的哪一個性質 帥哥30號 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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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個 豬 就是它会聚焦到一小点 所以可以读那些小洞小洞小洞 然后现在有所谓蓝光DVD 蓝光DVD蓝光的坡长比较小 所以它那个洞可以更小一点 因为洞可以更小一点 所以那个同样的面积 就可以塞更多的资料 所以蓝光DVD的容量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 就是一个小洞 你读那些洞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可以聚焦 啊紫外线看不见 就是背就好了嘛 就背就好了 刚刚跟你讲你背完 一般老师考试考这个 你背完就没有事了 所以这应该很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十三 你说啥 C 你做 你选的答案叫做C 资外线指数的等级 7以上过量 10以上危险 一般老师考试考这个背起来就好 虽然会考 会考这种考试 通常是你不需要背 它会告诉你 它会告诉你 但是呢 你把它背完就好 就是所谓的紫外线 好雷射 红外线 紫外线的题目应该都很简单 就这样 OK吗 OK很好 请写课后练习